叭叭叭叭叭 嘻嘻嘻 嗨 大家好 我是赵静子 那今天會拍這個影片 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會想要創立這個頻道 那我會想要創立這個頻道是因為呢 我想要分享有關於LGBT這個議題 然後特別是Focus在T這個上面 也就是所謂的Transgender 對 然後中文呢叫做跨性別者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跨性別者 跨性別者有分很多不同的種類 那我自己是屬於變性癒者 也就是人們口中常說的變性人 沒錯 代表的就是呢 以前呢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男生 那我在2017年的時候動完了變性手術 然後現在已經身份證上是個女生了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突然的跟大家出櫃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在講中文的這一塊呢 可以看到呢幾乎是沒有人做這個跨性別跟變性的議題的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 做身為一個跨性別者 當初呢我在網路上找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缺乏的 因為呢我雖然會英文 然後呢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英文的資料 然後呢英文的影片 然後呢外國其實有很多這種呢做跨性別議題 變性議題的講英文的 但是我覺得在講中文這一塊的市場 應該說市場需求嘛 對 我覺得是必須的 而且我覺得也可以幫助到很多不同的人 更多的是讓呢社會大眾 不了解我們跨性別者 或是去誤解我們跨性別者的人呢 可以去更了解我們跨性別者 那突然做影片絕對不是說 我想要紅啊爆紅啊或者是幹嘛的 因為說實在的 身為一個跨性別者呢 你這樣把你自己的身份呢 公佈在網路上呢YouTube上呢 基本上就是向全世界出櫃的意思嘛 那說實在的在台灣這個環境呢 對跨性別者普遍來說是不友善的 尤其最近像那麼多事件 然後國中生跳樓 或者是呢大學生在宿舍受到言語霸凌 或者是呢飯店呢職場霸凌雙性人的這個事件 都顯示出呢其實呢我們台灣在職場上呢 普遍還是會出現職場霸凌的情況 所以呢以我的學歷能力啊 如果我什麼都不講出去找工作 還是可以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 那是沒有必要這樣子 讓自己暴露在這個危險的氛圍當中的 但是為什麼我會突然改變想法想要拍影片呢 是因為呢我覺得現在的生活算是過得還蠻安穩的吧 然後呢就是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那我覺得對於很多的跨性別者來說 要做到像我這樣其實是一件有難度的事情 然後最近又發生這麼多 因為性別氣質 不管是同性戀者也好 雙性戀也好 跨性別也好 我們都能看到很多不同的霸凌的世界 所以我想要透過這樣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分享我自己的經驗啊 然後去告訴別人說 我是怎麼度過這樣的難關 包括呢要怎麼手術啊吃藥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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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我所有的經歷呢 我以後呢都會慢慢的在這個頻道做分享 然後呢就是我也突然看開說就是呢 我不應該把這件事情當成是 好像人生中的一個污點一樣 就是因為呢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 然後在乎別人對我們的眼光 而去覺得這件事情很羞恥 不敢講出來 因為如果害怕他們歧視我 看不起我的話 那應該是他們的問題啊 怎麼會是我呢 所以我覺得呢 可以這樣很誠實的 開誠布公的 面對自己 並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人呢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然後呢就是說 可能平常大家也沒有什麼機會 認識一些跨性別的朋友 或者是 可能有認識 但是你不知道 那也沒關係 那呢希望呢可以透過我的影片 然後透過我的經驗 讓你更了解這個群體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呢 我們人生苦短嘛 那 如果有什麼夢想呢 就想做就去做 然後呢不要害怕失敗 那因為呢你不做呢 還是會後悔嘛 那既然想做那就去做吧 對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夢想 然後最後的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鼓勵打氣說 不管人生有什麼難關 總是會過去的 就是看我對不對 對 我曾經呢也是覺得很悲傷很難過 就是呢 覺得我人生就要完蛋了 然後 可是我現在就是呢 手術也做完了 然後也過來了 希望呢可以 有激勵到大家 就是說 沒有什麼難關是過不去的 沒有錯啦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差不多 就到這裡 來吧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或是想看的主題 或是想鼓勵我的 都可以想幫我加油的 或是想稱讚我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是去我的IG留言 都可以 然後呢 希望呢 以後呢 發影片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多多幫我分享啦 然後呢 Whatever就是 對 掰掰掰掰